這什麼叫憂鬱呢? 一句話就解決了 人無盡憂,必有遠慮 那還有什麼憂鬱症呢? 只要是人,沒有人沒有憂,沒有慮的,不可能 你沒有盡憂,就有遠慮 你現在沒有問題,你後面還是有問題 你遲早有問題 我講這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只要你活著,你就有問題 你怎麼可能沒有問題 你去看電影,男女主角,雙方情投意合 從此過很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完全是騙人的 你去看續局,續局一出來,吵吵鬧鬧,最後離婚 那不然哪裡有訓局呢? 你只看到這個結局,你會看到後面的 只要你活著,有一口氣在 你不可能沒有問題 你有問題是騙人的 當然你可能沒有問題 你只要有這種正確的觀念說 誰可能沒有憂,誰可能沒有慮 你就沒有憂鬱症了,你就沒有憂鬱症了 什麼憂鬱症? 我們為什麼會憂鬱? 就是自己嚇自己 我不曉得你比較怕人還是比較怕鬼 鬼嚇人是嚇不死的 人嚇人會把人嚇死 所以經常你說看到鬼,其實都是看到人 我跟你講 因為人觀裝成鬼 人比鬼可怕 鬼嚇不了人 你去讀鳥哉,你發現那鬼都很可愛 你不會寫字,他在教你 你不會畫畫,他替你畫 那個鬼多好 人呢? 你會的東西,他破壞你 你做完了,他給你毀掉 他給你偷走 是不是這樣?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一直害怕,一直擔心 這樣就是憂鬱 那你怕什麼? 所以你只要像我剛才講的 你只要往兩邊去想 你就不會怕 你怕什麼? 所以我們中文其實很早就開始在防止憂鬱 我們很多事情聽起來是迷信 其實是最現代的東西 只是以前大家搞不懂而已 我們說長長的走廊 如果不開燈的話,你就會碰到鬼 還迷信很迷信 其實不是 因為有錢的人他家裡才有長長的走廊 窮人哪裡有長長走廊 而我告訴你 越有錢的人他是越小氣 你想不想想 你沒有,不小氣怎麼會有錢呢 你是到鬼來想嘛 如果他不小氣,他怎麼可能有錢呢 所以富翁就等於小氣鬼 因此有錢人他蓋了很多長長的走廊以後 他那個燈他捨不得開,他會關 因為他不去走嘛 那去走的都是用人嘛 都是長工嘛 他們拿著玻璃,拿著東西 又沒有燈,然後兩個創在一起 鬼啊!一個是鬼,其實是人碰人啊,什麼鬼 所以我們就說 長廊晚上要開燈 不然會鬧鬼 那是為了保護這些員工 我們居然把他看成迷信 可怕不可怕 我們現在很無知 中國人是不迷信 我們都把他看成迷信 那是我們的不對 你看 我們 越不知道事情,我們越害怕 越黑暗的地方,我們越害怕 越陌生的地方,我們越擔心 這是不是事 在家怕鬼,除外怕小偷 為什麼在家不怕小偷 因為門窗你都看好了嘛 你怕什麼?睡覺 那除外為什麼不怕鬼呢? 因為你不知道 你住的旅館到底死過了沒有 你不知道,你只會怕 在家怕鬼 尤其是古老的房子 因為那裡頭一定死過對不對 出外怕小偷 我們憂鬱症 如果在思想上 在情緒上 在行為上 在生理上 都產生越來越多的負面作用了 那你就真的病了 就真的病了 沒有事情也擔心害怕 吃得好好的 他也覺得 真不曉得有沒有毒 什麼 他都不敢放心 那你怎麼過日子 好嗎? 好嗎? 謝謝